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有一米三五的样子 就我们所说的绣真人 是吧 说一下你们怎么认识的吧 我在他的网店买了一件衣服 然后就加上微信了 加上微信 然后他就每天发这些东西 还有自拍照之类的 也是确实挺漂亮的他的照片 然后也一天挺无聊的跟他说 我是可不可以见一面 磨叽了他半天 最后他也是答应了 当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确实愣住了 你想一下一个25岁的一个女孩 对 可以理解 但是我也就是说 没表现出来 然后考虑了很长时间 我还是想跟他表白 他当时这么跟我说的 你有很多理由喜欢我 但是我是一个秀珍的女孩 这一点就可以 就是说毁掉那一切了 他就总说他的身高不够 总说配不上我这样 就是所谓的你们之间有差距是吧 对对对 我本来想 只要我这么一个劲对他好 他就会答应我 他就会跟我同意过在一起 但是一个多月前 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和我的朋友要去国外打工了 所以你一起就跑这来了 对我一直找他 我一直找他找不到他 他朋友也跟我说 说你不要再找小秦了 对 然后说你放过他 你有没伤害他 你怎么放过他 是啊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他就说 让我不要再找他了 但无论如何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喜欢小秦 对 但小秦是不是喜欢你 他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他可以直接拒绝我 但是他没有 他总是跟我说 他配不上我 他不想连累我 你们觉得小秦今天会来吗 对于一个女孩来说 有一个男人给你表白 不管行与不行 我先过来听一听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女孩不会来 首先她们身高上面 是有差异的 这个女孩肯定是 有这个自卑的心理 她可能之前会受过 这个感情的这个创伤 因为这个身高方面的 这个差距的话 对她心理造成了 这个一个心理阴影 姚明高 难道姚明也找一个 两米二的吗 身高根本就不是差距 我知道她是 先有喜欢的感觉 后面她才会往后想的 如果她没有的话 她不会讲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这姑娘 有可能都没有 往这方面去想 她只是很单纯的客户关系 你们的思想 为什么那么复杂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男孩 喜欢这个女孩 人家也没说要到结婚 谈婚论嫁的地步 在一起而已 但是我现在说的 也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 你能够去克服 这个女孩的自卑心理吗 关于感情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界限的 但是婚姻可能它涉及到很多的方面 我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 相爱是一时的 可是你们相处是一时的 其实她从头到尾 内心就是很自卑 她没有办法接受 说跟你在一起之后 周围人的眼光怎么看待她 结合不合适 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不要在乎别人看什么 你是否真的介意她的身高 真的不介意 来 请站在开启告白 这门的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小秦今天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我会站在这舞台上告诉她 我是真心地喜欢你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做我的女朋友 我希望她有一天会看到这个节目 我会让她知道我真心 她会继续的 对 那如果小秦来了之后拒绝了你 她说 我并不是介意 我与你的身高差 而是我跟本队你没有感觉 你不过是我一个普通的客户 你怎么做 如果她真是这样的话 我想我会祝福她 你会祝福她 我深心地祝福她 好 如果小秦答应了你 你老板不愿意把你调到广东去 怎么办 死掉工作 死工作 对 如果小秦说 对你确实是有点喜欢 但是她当下的最大的任务是要出国 你会等她吗 我也很有可能跟她一起去 你跟她出国啊 对 你有点太冲动了吧 她出国去打工 你能干什么 我要保护她 如果小秦拒绝呢 不要你保护 我要独自地去国外闯导 你要等我 你就导 那我会等她 你会等她 对 小伙子还是有点成熟 有点吃的 好 总而言之吧 勇气可嘉 看看小秦今天会不会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一年前在哈尔滨上班的志强通过网购 结识了在广州做客服的秀珍女孩小秦 两人互加威胁后 志强对小秦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然而小秦一两人身高差距太大 屡次拒绝志强 一个月前 小秦留言要出国工作 之后就消失在志强的生活中 那么今天 一直在自己身高的秀珍女孩小秦 会来到现场 接受志强的告白吗 协之后 一边